人们成熟,选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但是人民的记忆呢,往往只是短暂的 很多时候啊,选举结束之后呢,就通通忘记了 所以啊,在赖清德只剩下不到一个礼拜 就要就职的此时此刻 小编呢,特别为我们整理了 在过去啊,赖清德以及整个民进党 所留下的十大未解之谜 让我们一起好好回忆 新冠疫情期间,高端疫苗高价采购却又大批销毁 就算总统大选后公布采购合约 也没办法掩盖黑箱采购标高股价的质疑 赖清德的副手萧美琴曾在2004年自尊庄就提到 只有一个美国国籍 但在选前却宣称2002年已放弃美籍 从未放弃中华民国国籍 到底哪一次是在说谎 2024年,中央政府、媒体政策和业务宣导等 大内宣经费超过21亿 作为1450网军始祖的农业部 连续三年预算高居前三 民进党每年数百亿的开销 难道是在豢洋网军治国? 你本身要有办法自立 自立我觉得是根本是大的 大选期间 民进党新北市立委候选人罗智政 被爆出超过20部不雅影片 罗以被害人身份向检调告发 但鉴定结果又在哪里? 作为外交国防委员会立委的罗智政 被曝和蔡英文41分钟谈话录音档 鉴定结果为什么至今不敢公布? 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燦也被曝光 和女子开访影片 刑事局称影片无法判断身为可能 勘托身为借选竟能不了了之吗? 赖清德的万里老宅 涉嫌逃漏税长达20年 被贴上赖皮疗的标签成为网红打卡地 赖总统上台前夕 国土署却通案处理全国废矿区居住权 难道是想利用特权 让赖皮疗就地合法? 动用维安人员24小时站岗的赖皮疗里 被金屋藏交的 是不是网传为赖清德提供日本关系网的 陈湘瑩 赖清德前亲信王敏行日前告发 赖参参与了十多年前的赖美会台南市议长的汇选 赖清德对此为何不敢提告? 赖清德发布一则寻人启示 求鉴定亲生孩子一个愿提供百万奖金 看似正面回应传片网络的DNA报告 实际上对私生子赖田汉 和每个月的赡养费只字不提 究竟隐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请赖清德正面回应 人民要真相 台湾Deserve to Know 人民要真相 赖清德出来面对 这十大未解的谜团 你认为有哪几项是比较有机会水落石出的呢? 又有哪几项的谜团一旦揭露 对赖清德的冲击力会是最大 欢迎留言和我们一起讨论